太陡了我猜 这灰这么灰 越野 难受 我在这里等你们好长时间了 这路太难骑了 对对对 慢慢下来 辛苦了 哎呀 这个古茶林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路非常不好走 我带你们上茶山 其实这就是茶树是吗 对对 这些是茶树 这个就是茶树 对 那我们平时采茶是采这个花药吗 我们有那个嫩芽 嫩芽 嫩芽 对 紫芽那个芽 对 普洱茶采的是一芽两叶跟一芽三叶 像这个就是茶花 这个茶花也可以采着吃 对给了我们鱼落这东西 对对 一个带竹包包 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卡片 这 卡片 对 这没有什么后续功能吧 有打卡的点 还有跳舞呢 还有吃饭 所以在茶山里 茶中有茶山还有山 哦 哦 是 这个 现在我们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的 有八套吗 茶魂台 茶魂台 现在这个位置我们把它称为 拼营地方 哦 茶魂台 中间这棵 代表我们的茶主 拐杖 中间那个绑 它代表着菜银 哦 对 从这个树到这个树是有七棵 我们把它称为一组六绳 中间这个是我们茶主和七公主 旁边那个我们说是茶绳 这里 茶绳 树绳 水绳 土地绳 动物绳 昆虫绳 事业在整个山里 每年这个事业时期 叫山康节 也就是我们布朗族进入新营 嗯 我们采完茶艺以后呢 每个茶人必须要准备祭品 有老人到这个地方尽心来祭拜茶主 富豪茶回 也就是我们说布朗族呢一个最传统的习俗 其实你们自己的保护意识都很强 用光花王 留给你们茶树 你们要保护好 子孙后代会弃子不尽用之不亡的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古茶林 像保护自己的养精一样 保护他 所以像在搞这个井脉山古茶林生意啊 也就是说 遵照祖心的余性 把我们井脉山布朗族逮族 这种茶林的传统模式 把它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所以让我印象深刻还是那个茶葷台 因为你知道这个其实很有意思 它信仰它相信的是什么呢 是大自然 它每一个柱 每一个神 昆虫神 树神 水神 它其实都是大自然 象征性的一个标志 它是在一个我们当无法去用科学解释的时候 它用另外一种想象力去解释它 非常的浪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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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